哈嘍 大家好 那昨天黑金推出之後 我的群組也有熱烈的討論 然後其中有兩個話題是很多人問我的 賈比爾跟貝西摩斯需要複製人嗎? 阿如果有複製人的話又該放幾隻比較好 第二個問題 阿如果我抽不到貝西摩斯的話那怎麼辦?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要不要複製人 我們先講貝西摩斯 因為這比較好理解 他說我技能2.3倍的攻擊力跟恢復嗎? 那我達到條件會-5 等於說我算是CDE就可以觸發 所以如果理想情況我的技能是一直觸發 所以這邊我放複製人的話沒有用 所以這張貝西摩斯一張就可以囉 再來元獸賈比爾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如果他的技能只有增傷CD6 我覺得正副隊長2張就夠了 可是他的技能除了增傷之外 有時候因應關卡的需求 我燃燒用得到 我電擊用得到 我黏服用得到 甚至我有時候要拿來回血 針對恢復力變0的關卡 所以在這些多功能 在因應關卡的需求上 我覺得2張可能就會 我會覺得有一點不夠用啦 因為你如果把他技能當作 大爆發來看 2張CD6還算OK 可是如果你因為把他 變成半功能的性質 我可能這個關卡我需要燃燒 我一定就是要靠這張卡來解 或者是很多的黏服我需要靠這張 或電擊我需要靠這張 甚至我轉租一個失誤 我馬上需要他的補血 簡單來說 需要開這張的場合實在太多了 阿2張CD6我覺得會有一點不夠用 所以這邊如果你差一點點就保底 但是你已經中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就是 反正可能差在3抽4抽 那你就抽到保底拿2張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我會蠻推薦玩家這樣做的 然後關於抽卡順便講到剛剛第二個問題 如果抽不到貝西摩斯怎麼辦 那這邊的話不要想太多 因為貝西摩斯就把它當作 簡單的2倍常駐增傷就可以了 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三圍比較可惜的部分 因為貝西摩斯在拳獸裡面 會額外在1.5嘛 那本身他的三圍又偏高 所以導致說這1.5下來 幾乎你有貝西摩斯跟沒有貝西摩斯 差別已經算是差了一張卡片 有貝西摩斯大概等於你 正常隊伍的7張卡片這樣子 但真的要說的話 因為賈比爾的血量本來就偏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血量要求就會沒那麼的嚴苛 所以再差一張我覺得是還好 那最主要是常駐增傷 也有其他隊員可以代替 所以貝西摩斯真的不是到那麼的必要 所以玩家就當在抽賈比爾的時候 能不能順便抽到貝西摩斯 啊有的話那就是非常的棒 啊沒有的話就比較可惜 除非你有想過說要抽複製人的賈比爾 然後再拼一下飛行模式 這樣子也可以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掰掰